那是两个女孩的第一次见面 却心有灵犀的一见钟情 性格固执的翠花 每天无聊地虚度着自己的光阴 乏味驱赶着她逃离 刚起身却被那个女人给深深迷住 转而悄悄坐下 她们像《水中仙女》整齐画一 硬立碎人 这是翠花第一次见到安娜 悄悄来到后台 静静等着那个女人的出现 但等到的却只是一个冷眼 鼓起勇气的翠花来报名水上杂技 但却被告知人满不收 派对上翠花仍是孤独一人 但其面的缘分让安娜走进了厕所 就那样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那天安娜问翠花借了口香糖 那颗的暧昧 翠花彻底陷了进去 但现实则是 走出门的安娜 静止走进了别的男人怀抱 不气泪的翠花 那天静静地等待泳池训练馆前 请求安娜给自己一个训练的机会 终于如愿走进了训练馆后台 胆气的翠花换上了漂亮的泳衣 但却只敢站得远远的 强大的心理建设以后 翠花悄悄下了水 望着眼前那群魅力似射的女孩 整齐画一的动作 只能用水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 一遍又一遍 作为勇队对准的安娜 饱受着周围队员的争议 在他们看来 安娜就是一个淫荡女 泡遍了这个地界的男人 这一切都被出来摘得的翠花 完整听到 那天安娜要去翠花晚上来找自己 翠花乖乖前往 但所谓的要帮忙的事情 就是按下门铃假装出门 抛弃翠花 走向别的男人的怀抱 原地交集等待的翠花 坐立不安 心形低落的谷底 自己可能永远得不到她了